温馨提示,生命的价值不依赖我们的所作所为,也不仰仗我们结交的人物,而是取决于我们本身,我们是独特的,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。 首先,非常感谢帅哥美女打开小编的文章,今天为大家带来,希望各位看官,给小编动手评论点赞哦,您的每一次评论点赞,都会带来好运气哦。 近日,一名来自国外的年轻人在河边钓鱼,河里的水不深,水很清澈,那人突然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,洞里的东西让这个男人非常困惑,好奇走进一桥,男子吓得慌忙报警。 这东西的材料真的很特别,看起来它被蛇鳞包裹着,它有一种神秘的气氛,这个年轻人真的不明白,所以他告诉警察,警察不知道那是什么,毕竟,他们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,于是现场被保护了起来,专家被召集,他们要求警方小心翼翼地将问题移回研究所。 经过专家研究,这是一种古老的动物化石,属于草食性食草哺乳动物的化石,命名为雕齿兽,这个完整的化石也非常罕见,具有收藏价值。 最后,这名男子受到了表扬,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可走,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,才能让我们丰富和深刻起来。 所以欢迎朋友们来吐槽,小编真是不胜荣幸,动动手指给点意见吧,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留言,好的坏的小编都会虚心接受,小编会努力改进,希望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。 老铁们,多多支持,你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,祝!以上内容真实性以为,凤凰新闻网所证实,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